这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我们已经开始来撰写VBA了 跟第一次上课最大的差异 第一次是用录制的 也就是那个程式部分 是Excel 它透过你滑鼠键盘指定的位置 自动帮你产生程式 但是那个方法 缺点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一直在记录你的滑鼠键盘动作 那当然相对的弹性会比较小 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可能会写不出来 但是如果是自己来写的话 那相对的很多细节部分你可以再检过 另外程式也会比较简短 其实基本上我们上一次写的 主要的程式就一行 另外就是一个回圈 那就把它全部跑完了 OK 然后当然VBA部分主要分成两种 一种比较简单就是说 直接把那个公式 一次有的公式就是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去就好了 那这边当然有一个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公式里面有双银套 跟VBA里面的双银套 它会有重复的问题 也就是它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公式里面的双银套呢 还是VBA里面的双银套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把那个i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因为i是一个数字你不能直接放进去 所以你要把它串在中间 那串的话一定是先切开嘛 所以两个串 然后再串 串着两个end 然后把i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就是输出公式的这个部分 那细节部分我想云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应该是这个啦 云端白板上面这边都有答案 那之前的程式部分呢 假如说你来不及记或者忘记的话 其实这个是聚集嘛 录下来的 那这个是我们先做一行 然后呢再做多行 我有讲过你一个取代成两个 那再加上回圈 那回圈这个i通常是指哪一列到哪一列 OK 那这个是清楚吗 那这个就是输出公式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公式丢 贴到双银套里面 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列号部分 因为要不断变增加1啦 所以呢那你可以再把那个列 比如说F4那个4改成i 有没有改成i 类似上这样 OK 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 很快的把你原来写的VBA 色的函数的公式呢 变成VBA 这样输出是最简单的 但是呢这个方法 缺点就是说 他变成说呢你要丢公式到储存格 那他缺点就是说呢 将来呢你放在储存格里面会是一个公式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公式像相对冗长 所以存档的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用VBA丢公式的话 那相对档案会比较大 OK 所以后来我们好像也有 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再把它变成 门号 就是说呢最后运算完结果之后再输出 所以看到的结果基本上差别应该会相对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上一次的范例 11119 OK 所以你们可以把那个上一次 另外我们有衍生一个另外就是151啦 还有没有 其用内容 OK 那你会看到这个门号公式丢出来就是这个嘛 一串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说你是输出公式的话 那他就会帮我把第一个放进来 再放第二个 一丝类推到最下面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你每个底线都是放什么 放一连串的公式 那清除就把资料清空 再来的话就是把结果给输出啦 输出的话你会发现跟公式对大家不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门 就是他最后的手机号码 OK 所以你会发现 当然比起来的话 这个相对会 档案一定会比较小 为什么要存在 Excel里面就只有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个公式部分的话 还相对 它里面就是一堆东西 所以这两者大概 那后面我们好像有做一个变化题 就是151这个 151的部分其实也 就是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把它提取到这边的过程 那我们用了三个函数嘛 一个是 前刮虎的位置 然后呢 第二个用MID 因为前刮虎找到的话 那就是前刮虎的位置下一个吧 那就是 那要几个呢 后刮虎的位置减掉前刮虎 它会多一个 所以再减掉一个 那它会下一个 然后把这个资料呢 搬到这边来 那有一种情况是里面 假如没有刮虎 会发生错误 所以会有那个 需要用到那个 ifl的部分 所以这个 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录下来 过去期比较简单 这个我想请各位 自己在练习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它变成VBA 那VBA部分的话 这个我把它开一下 制定功能区开发人员 确定吧 我印象中这个我没有写 看一下 这个151 写在另外一个 那基本上的话 是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12号试 OK 那看起来好像 我这个档案里面 是没有存到档 还是我上个礼拜有讲到 上个礼拜 应该是有讲完了 VBA部分 那这三段的话 当然云端上也有 如果假如你上个礼拜 没有存到档 那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 从云端上面 把它抓下来 基本上就是 瓜胡钻公式 清楚 这两个 那当然如果 假设你没有存到档 很简单 你就把它 再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过来 这个瓜胡字串 一个sub 两个清除 然后再一个是瓜胡字串 看一下应该在 那聚集录制就自己在练习 因为那比较简单 再来就这个 瓜胡字串 一样把它贴到下面 所以哦 如果你有三个 三个sub的话 那基本上就对应到三个按钮 那理论上如果有三个按钮的话 那我会在旁边有没有 再插入这个按钮 那理论上我只会先做一个 这个是瓜胡字串公式 那其他的另外两个 我会用贴的 这个一个 再把它宽一点 因为这好像宽度不太够 那做一个之后把这个复制 按右键复制 第二个是清除嘛 然后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按钮呢 把它贴一下 那这个也是贴的 OK 然后这个再来修改 按右键重新再指定 这个叫清除 然后把名称一样复制一下 也就是说啦 这个为什么用贴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按钮长得一样大 不然的话 如果你重新拉那个按钮 你能够让它一模一样 那真的很麻烦 一样大的话 所以这简单的方法 重新贴 贴上去再来改就可以了 那一样我们清除掉 这个是丢公式 有没有 用fine加me 等下evel 清除 这个的话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结果你会发现 它得到的就是 瓜胡里面的东西 直接帮我放过来 所以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其实就跟前面一样 就是把公式丢到子力族人格里面 那基本上就是改的嘛 如果有双引号就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 把那个利号变成I 那清除的部分的话 比较简单 关乎传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一局最难的 那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要思考 如果用fine 那VBA应该用哪一个 我们用到一个叫in-stream 所以 如果你要把那个 那个输出公式的部分 转换成VBA的话 那你可能要思考 原来如果在 以sale用的函数 在VBA里面也没有办法找到替代的 如果可以找到 那你就用 比如说我把fine改成in-stream 那这个in-stream的话 跟fine类似啦 只是说他那个参数刚好颠倒 他要先去哪边找 找什么东西 那fine好像是先找什么东西 再去哪边找 颠倒 其实概念一样 那我们把那个位置放在A 前刮户的位置放A 后刮户的位置放B OK 那假如说呢 有找到的话 那他就 如果假如找不到前刮户的话 他丢回来一定是等于0 A就0 0的话意思是说 他找不到前刮户 在这个字串里面找不到 所以呢 我们当什么情况下切割呢 就是当他不等于0的情况下 OK 所以我们就是 把它切割完之后 再丢到B栏里面去 就大概这样的公式 所以这样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个是上一次上课的重点 那其实没有多少字啊 但是每个字都很重要 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所以我建议各位 回去最好的方案就是 你从来把这个什么 模组假如没有 你就把它移除掉 然后呢 把它重新再插入一个 应该是 这个啊 你可以看到 应该用我们开了一个档 这个才对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自己再把什么 想象一下 我们需要有三个按钮 所以是三个sub 然后呢 分别把那三个sub 也分别把它打出来 OK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要来看 后面再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几礼拜的东西 稍微做个复习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开放资料 的范例 那再来的资料量会更多 因为前面的资料都很少 那我们后面的话 实际上来找那个 实际案例来练习